缅北,又叫上缅甸,是缅甸的一个地理区域,与下缅甸相对,主要由马规、曼德勒、石阶等省,和庆邦、克业邦、善邦、克钦邦等组成 这其中善邦即是历史上从元南迁徙的华兰移民主要的移民地 1986年以后至1989年缅共彻底解体,其元素武装统辖地一分为四,成为缅甸善邦第一特区国改 缅甸善邦第二特区瓦邦,缅甸克钦邦第一特区,缅甸善邦东部第四特区孟拉 动荡混乱的局势,比之金三角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是最烧钱的,所以军阀们必须想尽办法赚到更多的钱 对此缅甸政府不是不想管,而是不敢管也管不了 近年来,华罗兰新移民大量涌入,这里更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区 善邦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约占缅甸面积的四分之一,是缅甸14个省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西部与太老交界的地带即有名的尖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接浪,东芝为整个善邦首府 善邦大部分被原贵高原包围,一定意义上善邦高原属于原贵高原的外延 中国人依据缅甸的最早记录是在宋代和明朝 其中一部分人在阿玛拉普拉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一个华南社区 他们的后代与主体民族通婚并隆入当地 另一波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他们主要是经由英属马来亚来到缅甸 中国人很快在高利润的大米和宝石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成功反映在缅间谚语中就是 像中国人一样挣钱,像印度人一样存钱,不要像缅人一样浪费钱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缅甸时 缅甸华侨约为30万人 20世纪50年代,缅甸是第一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但是缅甸政府将缅甸国内的华人视为外国人 出台很多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 从196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反华骚乱持续不断 这段时期加速了缅甸华人移民国外 1988年后,华人经商环境才逐步好转 缅甸五大商业银行中的四家 缅甸环球财富银行、又马银行、缅甸五月花银行和亚洲财富银行由缅甸华人创办 许多来自云南部分来自四川的华人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少缅甸 定居在曼德勒 仅在1990年代,估计约有25万至30万云南人迁居曼德勒 总体来看,缅北华人聚集区与世界其他华人社区相比 规模很大,连接成片,约有3.8万平方公里 形成一个完整的快撞分布区域 缅北地国人西,仍然有卢纳大量移民的空间 陆地上与中国接浪,是中国沿边唯一一个境外华人聚集区 同样,元南省与老挝元南也接浪 但却没有形成同等规模影响力的华人社会或聚集点 人民币是缅北主要流通货币,被所有当地居民认可 2021年2月28,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通告 提醒中国公民谨慎前往缅甸北部和妙瓦地大齐历地区 缅北华人多,他们通过网络或电话 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使很多人降低了戒心和警惕 踏上了电信诈骗不归路 为了壮大力量,组织往往会强迫这些人联盟带遍拉来更多受害者 只需要很短的时候,一个庞大的罪恶帝国就建立起来了 如今,缅北的真面目已经被揭露 千万别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积怨颇伤的各民族,猖獗的非法交易 贫穷落后的经济,共同导致了缅北今天的情形 缅北就是整个缅甸的缩影 希望这片黑暗的土地早日迎来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unό Object 参考 订阅 Dylan Lee 本宏 转发 асс minaésus